Hello 今次德甲狂人說的話題 挺有趣的 講的是史丁道和湯馬線梅娜 是否應該回國家隊 最近有很多文章 都在講路維密接關注 《無信家拍》的32歲隊長 可以打一前鋒 或者攻擊中場的 史丁道 史丁道其實都不是什麼新人 剛剛說的32歲 而且17年開始有入選國家隊 只不過中間一百年之下 就斷了 因為今季的表現非常突出 等著都要講講他的數據 和打法 所以路維近來就覺得 有需要召回他進去 其實他的競爭對手 會不會是湯馬線梅娜 反而路維在這方面都依然說 無可奉告 都不可以答到大家他會不會入選 但反而史丁道就大些機會 但是是否很不合理 但也可以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依然覺得 史丁道的機會 會比湯馬線梅娜大 不止什麼政治因素 即是競技因素 我也覺得 史丁道其實 是一個國家對可以選擇的球員 當然兩個都可以 但是要看一看暫時陣式的變化 去考慮 當然湯馬線梅娜大家都知道他的打法 看了這麼多年 史丁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球員 史丁道其實是一個可以打 前場三個位置都非常出色的球員 出道就打一個十號位 其實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記得他在湯馬娜娜 其實是推過打一個爆位都試過 在一個叫中場派牌的位置 之後也是轉了越打越前 打了前鋒 現在就是打副鋒 今季來說 史丁道的數據是非常不錯 聯賽 十九場賽事有九個入球 六個助攻 全季如果加上歐聯 亦都幫到無信交拍 去了淘汰賽 六場的歐聯賽事 裡面有兩個入球 三個助攻 在德國盃 兩場一個入球 一個助攻 全季來說 暫時已經是雙雙的數字 因為二十七場比賽 有十二個入球 十個助攻 這個數據是非常不錯 亦都在大戰那裡 今季可以用幾場大戰去衡量 譬如對前列的球隊 尼華古迅 對巴尼姆尼克 對多蒙特的幾場賽事 他都有很優異的演出 對巴尼姆尼克的比賽 他沒有入球 但有兩個助攻 是比莊拉斯和賀夫曼 大家應該都會記得 那場賽事 就憑他和莊拉斯和賀夫曼 優異的演出 就以3比2反勝巴尼姆尼克 那就全取三分的一場比賽 而且除了講 對這幾隊 尼華古迅 多蒙特和巴尼姆尼克 有很好的演出之外 其實對一些中上校的球隊 包括今季都不差的法蘭克福 也都包括今季 令人有驚喜的星巴馬斯特加 他都有很好的表現 這幾場賽事 我想都highlight了他今季 一些比較亮麗的演出 剛才講過 整體數字來說 非常不錯 當然你也可以跟 湯馬斯·梅娜 做一個直接的比較 因為湯馬斯·梅娜 數據上都是很不錯 但是踢法上和位置上 合不合國家隊 又是另一件事 或者可能 有些東西我們看了很久 但是現在都不知道 他是否可以適合國家隊 一個新的形狀 所以我想 盧威也是考慮 史丹道在湯馬斯·梅娜之前 湯馬斯·梅娜 其實數據比史丹道更加亮麗 譬如今季為例 同樣踢了十九場賽事 有十個入球和十個助攻 比起史丹道 九個入球 多了一個 助攻也多了四個 但是不要忘記 他是打巴尼姆尼克 供應固然多了 供應更加好 助攻方面 大家知道他在德甲 都是一個超級的助攻王 湯馬斯·梅娜 純粹是要看一看 我們暫時國家隊的陣式 去看看可不可以遷就到他 數據就講了 慢慢就兩個球員 講一講 入國家隊的機會 如何會看好史丹道 多於湯馬斯·梅娜 在國家隊的層面 史丹道和湯馬斯·梅娜 曾經合作過 在2017年的冬天 當時 國際賽周期 2017年最後一段 包括三比一贏 北愛爾蘭和五比一贏 阿塞拜疆的兩場賽事 兩個是同場上陣過 當時 亦有一些新人冒起 你可以說 有尼來桑里、天武雲 亦都有譬如布蘭特、金美智 這些球員 金美智是前一點 早一年、六年 但其實也有個別的球員 開始慢慢冒起 布蘭特也是其中一個 剛才講過 湯馬斯·梅娜 成名早些 但其實他比史丹道還年輕 一年 湯馬斯·梅娜 31歲 史丹道32歲 史丹道年紀是否很大呢 如果比利雲道夫斯基 他比利雲道夫斯基還小 比利雲道夫斯基 5日 利雲道夫斯基 1988年8月21日出生 史丹道1988年8月26日出生 所以其實 史丹道年紀雖然不是小 但你可以在現今來說 前鋒都移到很遲 上位 也都是職業壽命都很遲才可以爆發 史丹道來說 都算當打 這樣說 但是 兩個都要 如果你說 為什麼路維會再選史丹道 而不是考慮梅娜 或者梅娜的機會都是50-50 都可以由國家隊 現時的一些陣式和打法去講解 似乎 史丹道入選的機會 我覺得都超過五成 一個戰術性的考慮 史丹道其實 剛才我講過 是可以擔任九號位和十號位 或者一個附峰 九號本的位置 都可以交出好表現 譬如今屆對白毛的賽事 他是擔任4-3-3中間的箭頭 那場球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了 暴遜加伯在上半場落後 0比2的情況之下 就由莊娜斯和賀夫曼 追回2比2上半場 接著就是柳侯斯射入 端定勝負的一球 而那場球 史丹道就擔任4-3-3 正戰頭九號位 左翼就是由莊娜斯和賀夫曼 右翼就是安保路 中場當時就安排了 卡拉曼、柳侯斯和薩卡利亞 三個鎮守中場 三個都算是有防守力的 或者派派行力的中場球員 那我自己都覺得這個陣式 是挺適合武遜加伯對一些強隊的 而史丹道的那場球 檢交兩個的助攻 都可以受惠於他的踢法 他可以墮後幫三名中場拿球 當他拿球之後也可以側一些直線 轉身就直接交給左手邊 轉邊、大轉向 給賀夫曼那些入攝 所以他這個功能 其實在前鋒來說都非常重要 特別在背對龍門拿球 跟著一兩下組合 或者轉身加兩個直線、轉向 對於史丹道來說 都非常非常非常擅長 這個球員 他有一定的對抗性 而且在九號位置也有打開打慣 例如剛才我們所說的對白日瑪克的賽事 他是打這個位置的 其實之後另一場緊要的賽事 對史特加 他拿得一個入球的助攻 依然是打一個叫九號位的位置 那場球 他的位置的陣式其實就是這樣的 和上場球大同小異 只不過莊娜斯、何夫曼移了個右翼 左翼就是安寶露 前頭就是他 九號位 而中場線 就將卡拉瑪、薩卡尼亞 和拉奴斯 繼續擔任這個三人的中場 如果在這三個中場的前設之下 他很喜歡史丁道做了九號 就翻後拿球 增強中場的串連 而另外那兩個球員 安寶露和何夫曼 亦都涉錢去做一些前插的工作 那一些大轉向 當然他們兩個都可以做一些接應的工作 那這季來講 印象最深刻 比武遜加白球迷 就是史丁道對范克福的那場比賽 史丁道對范克福的那場比賽 他擔任一個附風的位置 支援帕尼亞 兩翼就是 右邊就是和夫 左邊就是馬古斯杜林 中場 當時出了卡拉瑪和賓尼斯 賓尼斯的外借走了 那場比史丁道就是 頭頂腳踢 一個直接的佛球 一個十二碼 和一個頭鎚的入球 在九十五分鐘的入球 追成三比三 那場比賽 史丁道固然成為 那個比賽的最佳球員 其實對面也有另一位的射手 這個安達斯華 但是為什麼我會看好 史丁道入選國家隊呢 因為前鋒的位置 其實選擇就是 你去到那幾位 天武雲娜 就是一個比較打反擊的 需要大空間 才可以發揮到自己能力的球員 另外有幾個球員 可能都打到下前鋒 包括荷蘭特 現在荷蘭特 其實在發甲聯賽的表現 非常好 暫時來說 就是聯賽榜的第三名 亦都可以幫到 職藥的摩納哥 上到聯賽第四 當然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 但是他的入球 今年的數字都非常不錯 暫時來說 有十一個入球 六個助攻 而且近七場賽事 他其實都有五個入球 和六個助攻 所以我覺得荷蘭特的身體對抗性 或者跟個別隊友的一些默契 包括夏拔斯 布蘭特之類 其實都有很多年的女子的經驗 所以這個球員都可以考慮 但是除了剛才我所說 天母安娜和摩納特之外 第三個選擇 可能已經數到史丁島 因為史丁島剛才說過 在球會 有打九號位的經驗 有入球的數據去支持 所以這個球員 其實是否可以認真去考慮呢 而且他在武信家伯的表現都非常好 武信家伯 而且都是入到歐聯的淘汰賽 這個球員如果在一個適當的位置打到的話 可以串連到前場 譬如 你假設是 莊拿斯、賀夫曼 更加是球會的隊友 譬如 基拉比、桑尼、 莊拿斯、賀夫曼、夏拔斯 這些球員 我相信 他保持武信家伯的打法和功用的話 當半個毅九號、半個十號去打 似乎都可以幫助到前場去串連 而且比起天母安娜來說 史丁道會更加適合在細範圍的用球 亦都是在傳送方面的能力更加強 在前場拿到球做build-up的機會更加好 當然速度沒有天王那那麼高 但是似乎 如果你相對在近禁區的一些串連工作 背身、控球和護球的能力 現在前鋒都沒有辦法 沒有的 因為前場很難 你可以說前場壓迫不緊要 但是後場都壓得很緊要 所以今時今日 我想前鋒的護球能力 特別是在細範圍的一對一 或者一些護球 一些對抗 我相信都很緊要 天母安娜不是沒有 但是他需要太大空間 而德國隊的慣性 就是對球隊普遍都會打得比較手勢 所以天母安娜比他發揮速度的機會是比較少的 在這方面 史丁道可能會被天母安娜優勝 而羅蘭特就是另一個 context 羅蘭特我覺得 都有他的作用 如果入德學家隊 他至少有這樣的對抗性 而且重心低 這個球員都可以做到一些支點的工作 另一個不可以不談論的 是湯馬斯梅拿 因為湯馬斯梅拿 剛才說過 今季的數據 其實比史丁道更加亮麗的 10個入球 10個助攻 但是很多東西都要by context這樣看 譬如湯馬斯梅拿 效力的球隊和他前面擁有的前鋒射手 利雲道夫斯基 的確是會令他的數字 包括無論他接受到的供應 好像兩邊翼 或者高文 或者基拿比 或者桑尼 給他的供應好 後面有金美智 哥里斯卡的球員 而且中後場用波能力都非常強 譬如艾拿巴 蘇利 謝魯美保定 這些球員都有一些很強的 一些輸送型的中堅 再加上前鋒線 他亦都有交到 交到供應給利雲道夫斯基 這個這麼好的射手 數據是好都不意外 因為白日無利克的攻擊線實在太強 球員整體質素高 他的數據也是直接受惠 10個入球 10個總 其實很老實說 我都認同湯馬斯梅拿 如果計算狀態和能力應該入選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湯馬斯梅拿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個影子前鋒 或者攻擊中場的位置 不像史丁道 或者夏佛斯 湯馬斯梅拿 其實是沒有打過 近很多年 都沒有打過這個九號位 可能他有這樣的能力去打這個位置 但是在球會上 由於你有利雲道夫斯基 比他在九號位發展的機會實在太少 其實出道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有些機會 可以向這個位置發展 當時太有暖 身體質素也不是特別好 其實近兩三年 我覺得其實他的重心又低了 而且他 重心低了 他好像平衡力好了 又不是好像以前那麼容易跌 那麼弱不耕風 其實他都自己有一定的進步 但是始終最現實的就是 他是在這個位置沒有踢過 一直都是踢一個攻擊中場 或者扶風的位置 同時這裏 或者夏佛斯不同 因為他真的近太長的時間 沒有打過這個九號位 所以在這方面可能 相對地比較吃虧 不知道你打不打到 如果國家隊 你可以說 是否可以跟回 拜仁·梅里克打個4-2-3-1 在國際賽賽事 我覺得4-2-3-1 這個陣式是比較冒險 特別在中場線 當然你可以說 用金美治和哥利斯卡 都是拜仁·梅里克的中場 湯馬斯·梅娜 打回他的十號位 似乎金美治、哥利斯卡 和湯馬斯·梅娜 將拜仁直接搬到國家隊 應該照計拜仁得國家隊賽事 應該都可以 而且有一定默契 我都是會這樣想 但是我自己 對4-2-3-1這個陣式 打國際賽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對進攻來講 是足夠的 但是在中場的防守 兩個金美治和哥利斯卡 夠不夠 特別是哥利斯卡 很多時候都上了去 而湯馬斯·梅娜 當然也是比較強一點 到金美治 今年其實都受過嚴重的傷患困擾 是不是有一個 叫6號位的防守中場 鬥一鬥 另外哥利斯卡和金美治比較好呢 可能打國際賽 我的想法是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其實 我就看金美治 和哥利斯卡後面 要有個防守中場 無論是安利簡好 或者羅賓確治都好 我都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能中場線會比較平衡 當然你可以說八日毛利克那套都可以 湯馬斯·梅娜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自己暫時看國家隊的兩套打法 都是以3-4-3和4-3為主 大家都知道是怎樣 三個中堅兩個翼衛 現在兩個中場中和三個前鋒 而4-3-3呢 其實那個想法也是由 暫時 我看路維 就是四人防線 兩邊閘加兩個中堅 還有金美治 哥利斯卡和卓奧斯 就為中場比較多 之前都有過根道簡 因為金美治打不到那期 金道簡 哥利斯卡和哥利斯卡 中場完全失勢 因為我覺得 由轉攻為首 就比較弱 所以剛才我都說過 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是不是金美治 哥利斯卡 再加一個防守中場 會比較合適呢 路維自己想 安利簡那些 我也覺得可以考慮 或者如果不是 就把羅賓國治 其實在國際賽 對捷克那場打的防守中場 幾好 而三個箭頭 除非 湯馬士梅娜 可以在4-3-3體系 打到九號位 如果不是 逆風的位置 其實他都一定有競爭 因為基納比在球會 就已經是打逆風了 再加上桑利 在球會也是打逆風 再加上新仔的梅斯阿拉 都 路維都 開到名 都說想趙及國家隊 而且傳聞 很多報道都說 路維已經跟他本人 梅斯阿拉 和他的家長 聊天 似乎 入國家隊的機會 都不小 如果入國家隊的話 當然 我都預計梅斯阿拉 會是歐洲加一杯 二十三人名單 是其中一員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湯馬士梅拉 會不會向哪裏發展呢 在4-3-3的進攻線 front3 似乎機會就不高 因為還有 莊娜斯、荷夫曼 這個球員 所以 吉拉比 喪尼 莊斯、荷夫曼 以及 梅斯阿拉 的情況 似乎 湯馬士梅拉 如果入國家隊 無論是3-4-3 或是4-3-3 體系 唯一一個可以發展的位置 應該就是9號位 但奈何 在9號位 沒有什麼確認的 record 跟史丁道 或者哈佛斯比 他似乎在9號位 踢的時間太少 或者證明到自己能力的時間太少 所以 暫時來說 對湯馬士梅拉 入選 是不樂觀的 不樂觀 並不是因為他的能力 而在鎮飾度 是否需要大幅度調整 去圍繞他 去突破方 或者 要他 給他一個機會 他試在9號位 一試呢 在兩個前提之下 我覺得 路維在太短的時間 3月服賽 其實 給他入選的機會 我覺得是低於史丁道 因為史丁道 可能在9號位 都有一定的證明 今年也打過一些 不錯的賽事 在同一個位置上 所以 如果解釋前提是 史丁道 跟湯馬士梅拉之間 史丁道的確 是有他的優勢在這裡 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我是德國家隊教練 我就史丁道 跟湯馬士梅拉之間 都立了 那 但是我純粹是 看路維的角度看 因為 他自己似乎 就 有些不想應低威 又覺得好像 沒有面子一樣 那 如果那個陣式 堅持 剛才我說了 3-4-3和4-3-3 湯馬士梅拉 確實 在前場front 3那裡 易鋒 又不到他打 除非打一個9號 如果不是打一個 三民中場的話 我覺得 在 哥里斯卡和金美哲之後 應該多一個 防守中場 再鬥一鬥 那可能 他們會打得更加好 所以 湯馬士梅拉 如果 無論在3-4-3 3-4-3 固然沒有一個 10號位 這很多不同的10號強頁都會面對的問題 近年 都是一個比較衰落的一個位置 3-4-3的打法更加沒有他的位置 而4-3-3 都有其他中場的選擇 譬如 路維熟二的 金美哲 哥里斯卡 和 郭奧斯 又或者 安利簡 柳侯斯 跟道簡 這些球員都可以用 所以沒有一個迫切性 要將 湯馬士梅拉 擺在中場線 而前面 除了兩翼 有球員的選擇之外 除非他打到9號位 但是 9號位的 球員 雖然選擇都不算很多 但是 湯馬士梅拉 即使是 我自己的心水中 一個可以選的球員 我想 路維熟 他的機會 甚至乎低於 史丁度 而 我這裏有一個 預測 就是 攻擊線的一些選擇 我提示了幾個 基納比 喪尼 莊斯 阿拉 湯馬士 梅拉 這幾個球員 2-3-4-5-6 這六個球員 就會是 無論可以打雙翼 或是攻擊中場 我都覺得 形狀和能力 是 有權入選的 夏佛斯的狀態 是差的 但是其實 近來車路士看 我覺得他都好像在 復活著 好一點 都開始知道自己的角色 是怎樣 所以我又不是看到 夏佛斯下半季那麼差 而前鋒的兩個選擇 就是 剛才我再說一次 我選哪六個 翼鋒 或者攻擊中場 我覺得比較大機會入選 就是基拿比 喪尼 莊拿斯 賀夫曼 夏佛斯 湯馬士 梅拉 梅斯 阿拉 剛剛我再說一次 夏佛斯 我覺得他近期的狀態是好 而且 這個球員會比起 布蘭特 布蘭特 萊斯 或者天武人拿 這些 更加 我自己覺得更加有能力 因為他可以打 tight space 而且 你撇開他的狀態的問題 他本身是一個有創造力 有速度 而且有身高 有頭鎚 而且背對球門的能力 他會甚至乎比 萊斯 布蘭特 和天武人拿 好 他可以背對球門 做彈彈波 甚至乎一、兩下 one touch 就可以打到一個小組的配合 他不是一個正面衝擊型的球員 而且他在門前的冷靜 比起前鋒出身的天武人拿 和 蛇斯基的萊斯 其實都好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夏佛斯的真正能力 體現於禁區裡面 而布蘭特也是這樣說過 而布蘭特最近的狀態都不需要說 差到 我都不知道可以怎樣形容 無論打任何位置都幫不了他 打過中場中 打過左翼 中場位置都打過 但其實不是特別出色 那似乎是狀態問題多於其他原因 那在有競爭的情況之下 首先你都不要說 你爭不贏 湯馬士、梅良士已經到這些 而那個身高 用波的特性 那個創作力 和那個彈彈波背身的能力 又不及夏佛斯 那加上有梅斯阿拉 這個新進的球員 有高速 有很強度的單對單 和盤頭能力 那似乎布蘭特主 他和萊斯都處於一個劣勢 有後起之手 那 梅斯阿拉 其實我想會比布蘭特和萊斯 會多了一種侵略性 因為他可以大波上前 有單對單的個人對抗的能力 而且盤頭能力 也比以上講的兩位好 起步那一刻都快過 這個越來越新重的布蘭特 和年紀開始老賣的萊斯 而且 而且 路維的 那個發布會 似乎都露了口風 都說梅斯阿拉 會是 他想入 召集國家隊的球員 而且 現在情況要和英格蘭那邊爭 所以 梅斯阿拉 很大機會 入選德國加隊之餘 歐洲加倍大名單 有機會見到 他作為球隊的第四翼風 那我預視梅斯阿拉 在邊線的突破能力 會是比布蘭特和萊斯好 所以 我暫時覺得 基拉比 桑尼 莊羅斯科夫曼 和梅斯阿拉 會是德國隊的四翼風之選 如果真的選兩個攻擊中場的話 就是 哈佛斯或者 湯馬斯梅娜 當然哈佛斯也可以打其他位置 譬如 聖箭頭 而 前鋒位置方面 史丁道 會擔任一個 可以打一個魏九號 就可以回去拿球 其實魏九號不是一個問題 怎樣配合才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史丁道 譬如 對白萊姆那場比賽都打得很好的 依然可以打到這個角色 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另外選一個傳統一點的九號球員 會不會是和蘭特呢 不是最高大 但他一定是身體對抗的 而且跟各別幾個球員 有默契 而且他 也是少數有背身的球員 可以擔住對方 雖然身高不太高 但是也可以拿到一個球 那 擔住對方 再跟其他隊友做配合 所以 和蘭特也是一個可以選擇的球員 那和蘭特以外 其實 梅金貝里沙 這個 西斯堡熊牛的前鋒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球員 但是 同期是有 U21的歐洲加倍和奧運 那 考慮到他22歲的年紀 今年雖然表現都不錯 但是剛剛就好像有點輕傷 那其實我想他打U21或者奧運的機會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吸收一下經驗 之後再見步行步 大家成人國家隊 那 摩蘭特暫時 剛才說過狀態不錯 所以我相信他入選國家隊會比較合理一些 那所以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會剔走了 天武雲娜 布蘭特和萊斯 那 史丁度和湯馬士梅娜 就應該同時間入選 但是如果選八個球員太多的話 就在這兩個球員之間二選一 我就傾向史丁度 那當然 有些人都說 夏佛斯今年整體來說狀態這麼差 湯馬士梅娜 如果怎麼稱 都應該比他 但是 湯馬士梅娜 我自己覺得 反而他在那個魏九號的 力量比較少 那 所以 夏佛斯如果在那個位置 踢得好的話 似乎不是一個 Apple to Apple 在同位置的一個 一個選擇來的 那 夏佛斯和史丁度和 荷蘭特 我覺得這三個球員 是可以打九號位的 而我從來不會是 湯馬士梅娜九號位的人選 那麼 他一後就打攻擊中場 試試打右翼 但是打右翼 大家知道效果不是特別好的 那麼 所以 暫時來說 我都會 選擇了 這八個球員 先 湯馬士梅娜 和史丁度 就看看 by contact 看看選誰入選 當然 夏佛斯都要努力的 都要跟湯馬士梅娜 爭一爭 所以主要就是這三個球員 差兩個位置 另外 那幾個攻擊球員 我希望路維 一定要選 包括 吉拿比 桑尼 和羅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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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作用會有點像 拿卡錫迪 阿斯奴 的作用 所以他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而剛才我提到那麼多攻擊球員 防守方面 就要再看 但其實 如果你整體 逆風有吉拿比 桑尼 莊拿斯科夫曼 梅斯阿拉 湯馬士梅娜 作為攻擊中場的選擇 再加上前風線 可以用到羅蘭特 一個比較似九號的球員 另外還有史丁度 一個十 一個 法輪 或者夏佛斯 一個有視野 和有身高的攻擊手 似乎有一個挺立體的打法 出來了 1月18號的一篇文章 媒體就問了很多不同的人 史丁度 要不要入選德奧家隊 包括後舞斯 前德國國家隊的教練福士 前德國國家隊的名宿 馬圖斯 也有這個 暴信家拍的隊友 莊拿斯 何夫曼 也有馬高羅斯 這個武信家拍的主席 等等 就評史丁度 一致都認同史丁度 一個非常二甲 和能力非常高的球員 也對戰術的理解 個人的技術 也是很好的水平 所以絕對可以入國家隊 這位武信家拍的隊長 能打幾個不同的位置 馬圖斯更加認為 他是在他福稿裡 不可或缺的 一個歐洲加班名單的其中一員 所以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入選呢? 在前鋒線 選擇都不太多 九號位 特別 所以史丁度似乎 都能有這個機會 冷手撿熱箭堆 特別是 天武雲拿 打法 比較需要多空間 亦都是一個反擊型的球員 但剛才我說過 德烏加隊的對手 普遍都是一些 注重防守的球隊 對德國的特別 所以 比這個天武雲拿 發揮速度的空間實在太少 反而有技術 有單對單能力 有視野 還有對戰術理解更加強的 史丁度可能是 一個前鋒線的選擇都未頂 剛才也解釋了 我會剔走天武雲拿 史丁度和湯馬士梅拿之間 未必有特別的 直接的競爭對手 因為我剛才那個史丁度 是可以剔前鋒 湯馬士梅拿未必 而陣式上 對湯馬士梅拿 虧底的地方 就是湯馬士梅拿 在9號位置的位置 磨練比較少 不知道他打在那裡打不打到 除非國家隊的教練是 大刀斧斧斧地 轉陣打4-2-3-1 和白梅拿完全一樣 否則 保持現時 3-4-3和4-3-3的兩套 主要陣式 湯馬士梅拿入國家隊的機會 其實絕對是低於史丁度 除了史丁度之外 當然 亦都說過 荷蘭特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人選 其餘還有梅斯阿拉 17歲的年輕球員 亦都有 莊拿斯學夫曼 所以 國家隊 你可以說 老中青的三代都有 年輕的可能就是 梅斯阿拉 和 夏佛斯 中生代的 上到二十四五歲的 就有 可能是說 基納比 喪尼 這些 莊拿斯學夫曼 如果28歲 都算是中生代的 但是 再加上少少年 年紀大的 史丁度 其實我覺得 老中青的 配合 分佈 都幾平均 有些 有經驗的球員 拉住 好像剛才說的 史丁度 相對地 那些 都算是 你可以說 基納比 那些 慢慢都累積了一定的經驗 所以 我暫時覺得 史丁度 在這隊球裡面 都有一定 程度的 重要的角色在 之後 看看他 可以怎樣 當然前鋒線 我依然覺得 如果在必要時 我們可以推一個 中堅上去 包括 蘇利 或者 烏度街 嚇串打正箭頭 也都不是完全 沒得想的 但是 暫時來說 七個 攻擊球員 我會選的 就是史丁度 基納比 桑尼 梅斯阿拉 夏佛斯 莊拿斯 賀夫曼 還有 湯馬斯梅拉 是不是 湯馬斯梅拉 哈哈 再數一次 荷蘭特 是荷蘭特 再數一次 我會數兩個正箭頭 史丁度 荷蘭特 可以客串 打正箭頭的 夏佛斯 當然剛才我說過 如果真的要絕對性的高空優勢 看看能不能將 烏度街移過去 而 攻擊中場位置 可能 史丁度 和夏佛斯 可以打到 逆風方面 下面有 基納比 桑尼 莊拿斯 賀夫曼 和梅斯阿拉 四個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 年青的有 夏佛斯 和梅斯阿拉 中生代有 另外幾個逆風 基納比 桑尼 和莊拿斯 賀夫曼 這裡已經五個球員 摩蘭特 也算是一個中生代的前鋒 雖然28歲 但是 依然是叫做中生代 到年老的 可以有 史丁度 我覺得整個結構是挺平衡的 而且 位置上的 配套 我覺得都比較適合 如果 剛才說 湯馬仙梅拿 回歸 陣式上 就要很大改變了 就要看盧維 怎樣取捨 但現今 去到三月 先打國際賽 我覺得 會大刀斧斧 去改陣的機會 是不大的 所以暫時來說 看好史丁度 和梅斯阿拉 入選國家隊先 這兩個球員 在國家隊上都有一定的作用 以及 如果用得好 甚至乎是挺重要的 角色 今天講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在下面留言 下次再談 拜拜